我不希望你不喜欢我在聊天的时候不怎么分享表情包 因为我其实在两个人的交流中更注重的是信息的传达以及它的准确性 而不是需要依靠表情包来衬托一些气氛或表达一些情绪这样 完了 女人说我就要的情绪她说我要信息 24号 那你聊天的时候会不会用一些别词比如说N或者说OO就是要不然就会语气很深硬 会加波浪号 就是OO然后波浪号 它的极限就是波浪号 波浪 那你会介意另一半用表情包吗 对啊 我不介意 我挺欣赏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能看到不同的人对一句话包括在沟通里边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情绪反馈 9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不觉得不用表情包的话会觉得聊天很生硬没有温度吗 其实我不是完全不用我一般会在对话结束的结尾用一个表情包来表达自己就OK 那个表情包是什么 是一个很大的句号 还有女生会自制的我们11号8号 现场做 我刚刚的这个表情包做好了 我刚刚的这个表情包做好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这个好玩 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如果他发了一个比较搞笑的他自己比较糗的事情就可以用这个 我不是笑话牛就是牙有点热 拿出来晒一晒 好可爱 11号的也好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俩比一下 这个也好 就是我觉得你的这张照片笑得有点尬尬的嘛 然后就是我是自愿的 然后就是我是自愿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表情包去表达其实你不是自愿的 και 所以 完全 真的 好 可以